一手抱著小Baby 另一手熟練的拿著奶瓶餵奶 慈眉善目看著小孩 面露淺淺微笑 這張陳時中年輕時的照片 獨家曝光 懷裡的孩子正是陳時中大兒子 陳思源 但其實背後可是有段 不為人知的小故事 我太太那時候已經拿到 美國一個音樂學院的全額獎金 準備要出國 經過我們的協商之後 那最後我太太就放棄了 她的獎學金 然後跟我結婚 如果再有機會的話 那我一定支持你出國去 陳時中首度跟外界 分享和太太孫婉玲的小故事 原來四十年前剛結婚時 孫婉玲為了陳時中 放棄出國禁修機會 陳時中給承諾 若往後有機會一定成全 後來孫婉玲 也如願再申請到禁修獎學金 但擔心剛出生的大兒子沒人顧 陳時中當時這樣說 年輕人豪氣甘雲 我告訴你 媽媽如果沒有 陳時中一肩扛下 顧孩子重擔 讓太太安心出國 日後也成為兩夫妻最暖心的回憶 阿中太太眼中的那種幸福跟感激 任何一個男性願意成就太太的理想 自己留在台灣當奶爸 也就是這段經歷不只讓陳時中體會到照顧孩子的心饒 即便忙碌也要抽空陪兒子 指導功課揚仇物或打球運動 陳時中都不缺席替太太分憂解牢 就連孩子也感受到爸爸的愛 憲安告訴我 阿中對於孩子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非常的尊重 而且都是開放 陳時中不只是太太最堅強後盾 也是孩子眼中溫暖的爸爸 如今陳時中競選台北市長 換成家人來當他最堅定的支持力量 三連新聞 朱淑君 張德珍 有任博台報導 而今年的現實